照顧你 照顧你 對啊 不聽得看 不知道 BIA有嗎? 我已經找不到 還沒有看到 沒看到 有啊 我在沒出啊 有啊 有聲嗎 你聽我嗎 我 有啊 我 我 我 有啊 你聽到說 你聽到 след想 我聽到這個 你也要分享你的蜜 你也要分享你的蜜 哦你的蜜喔 沒有按照你的蜜 哦你的蜜 你的蜜 因為你的蜜都會夾著啊 那一樣 來你先鬆開 先鬆開 對 都在不同的都是有一個愛的 從旦那更多大的愛的原因 我現在也在理會 我現在不想幹什麼 我有一個愛的音樂 我太能耐心不耐心 我不好想要一個人 我來講 我好想要一個人 我來講 我去玩 给你 玩吗 用五千 你跟我领心吗 试试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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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吗 来 大家好 你 你等着 你等着 你等着着快 再等着快 再等着快 再来 等着 等着到够家了 好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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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一下 没有 安哥要拍 我买去 喝碎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 要用这个 YouTube 第一次来 直播 我们 文森的一些 尝试 一些理论 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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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手拿这个 我这里有 有 会照顾我会回播出来 对 我现在说的 都 有两个声 对啊 因为我现在说的 都 有两个声 对啊 不是在北谷 是在北谷 对啊 你要去北谷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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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 插 插这条 这条 那条 那条 是在北谷 对 背谷 背谷 直接 直接插那条 插一条 插一条 对 好 我听了 再插上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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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就不 喂喂 喂 那有声音吗 你 你 不听 我的哈板 他不听了 就有听 没有关系啊 什么事情都有第一次啊 有人跟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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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有声音吗 没有 没有 我说 今天来 来跟大家 说 说机器 就是说 我现在手机的 以前 就是说 文森的理论 其实就是说 我们的针啊 针 以前就是 绑那个 竹筷子啊 他一直演变到 成为叫做 马逊 马逊就是机器啊 那机器 藉由这个 这个针啊 这个就是 我们所谓的 握平 那你多少的 这个 针的 讯号啊 他就要用 多大的 针的 针嘴啊 我在这 示范 给大家看 在 针尖 时 这个就是 我在用的 步骤 针尖 把它倒掉 然后 我一个 一个 来 改水 就是 这个 装上去之后 你的針,要跟你的針嘴是平的 但是這個針尖,大家可以稍微用手去摸一下 是不是會,它還沒有動作的時候,是不是會跑出來 那為什麼要去檢查這樣 如果你的針頭跑出來 那可能你在這個刺青的過程當中 它就會去刮到你的皮 刮到客人的皮 有很多人,他不知道說 說纏這個橡皮筋的作用 纏這個橡皮筋的作用在於避免這個針放動 讓它永遠就是貼在你所謂的針嘴 在你所謂的針尖 在裡面 那麼你的針尖 要摸多條 你就不必說一定要摸多條 你可以說,你可以試試看 你可以試試看 你就是讓我們針尖 針尖 在鼻嘴裡面 不會去放動 不會去放動 它不要左右 你看看 它就是 沒有殘餘的那個 那個殘餘 因為這樣 我們如果說台義 它會去嚼肉 那麼你會做成你會不會嚼熟 那麼 我們講殘片機也好 講線圈機也好 它的理論就是來自於 我們通常到我們的電 經由另外一條線 到達線圈的 後線圈的第一端 另外一條線呢 在另外的 前面的線圈的另外一端 所以它這一個地方 它是一個叫做什麼 我們叫觸點 所以當它的這個彈片 回復到上面的接觸點的時候 它就會通電 那通電讓我們的線圈啊 產生什麼 產生磁場 產生磁場之後 它就會把它什麼 吸下來 那吸下來它就是在開我們車 所以當它吸下來的時候 大家注意去看這個地方 我知道 它就斷電了 它又起了 就再通電了 再來 有的人 他會說 為什麼我的車子 車子 車子會沒力 這個在關乎於說 你這個紋身機出廠之前 它的設計的可能用途 譬如說 我手上開的這個 這叫做天機 這叫做日本的車禮台 讓你押去 它的平擺的機器 那麼它屬於什麼呢 它屬於慢停機 就是說我們拿來做什麼 這傳統的 在用的 所以 一樣 你的機器 跳動的 節奏多快 譬如說 我們現在可能 我這裡有一個 電壓器可能 可能炸點 好 這裡面的顯示 它 現在差不多 在 那 68 68 所謂的赫支 所以 它是 稍微 稍微 稍微稍微 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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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往後會變成是什麼呢?去絞到這個表皮 那你的表皮如果越破越多 越多熊粉啊 你的癒合就會滿 那麼你的三型什麼? 你的三型肩膠屁啊 肩膠屁的位 有可能 我說咧 我們這樣刺過 有可能我刺一間 我比如說 鉛筆的6V來講 我刺一針 它就可以到達6V很黑 但是 有的人他誤以為 我就刺一刺 一直在 一直在畫圓圈啊 什麼呼拉圈打霧法 西北語打霧法 結果你是在往回 就是五位狼 有的人是這樣 但是真正在刺的時候 是這樣 往前 或者是 左右 因為有時候我們的霧面 需要這樣靈活的調整 所以不管你是這樣刺也好 這樣刺也好 它都是 它針 你手勢 都是往你針前進的方向 我要這樣刺 一樣 它也是往你針前進的方向 我要這樣刺 它針 也是在這邊刺 所以這樣是都可以 但是 避免呢 避免這樣刺 這樣它可能它針 我們在刺 大概是在 1.5 叫做 我們都叫做 mm 1.5mm的深度 是1.2mm 有時候是 是因為皮的這個 脂肪 或者是肌肉 那 有一個術語 就是 什麼呢 你 欲硬 則軟 欲軟 則硬 那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你在當中 我們要刺骨頭 我們要刺定的地方 因為什麼 它沒有 它沒有所謂的 脂肪層 它既然刺進去 我們都知道 我們要刺進去 多一層 我們刺進去 要刺進去 叫做什麼 叫做 叫做 真皮層 那很多 所謂的假性上色 它刺在哪裡 它刺在表皮 所以這個 表皮就好像是什麼呢 好像人家在霧媒啊 人家在什麼 飄媒啊 他們用的 那因為 因為精油 皮膚二十八天 一個代謝之後啊 你會覺得 欸 一萬萬啊 都掉了 還有的人 有些人 他在製淺霧的時候啊 他就會 他就會把 機器調很軟 他會覺得 喔 我這樣打起來的淺霧啊 會很綿 但是我很好控制啊 但是 若干連後啊 你這個 淺霧齁 我相信 如果有的 請你請很久的人啊 他就會怎樣 他的淺霧 就會越來越淡 越來越淡 淡到 淡到不見 所以 不要有一個 錯誤的 思考說 欸 我一個 六米 齁 我的車沒到 那個 心動 啊 我 都在標題那裡 啊 我就給他 四六遍 也是一樣 那個 也是一樣 那個 米度啊 但是你去 你去想喔 如果 我一個傷口 我一次 一個森嚴 我一次 一次就能夠達到 六米 就是最黑 跟我次 六次 那 你會認為 有的人會認為說 一樣 一樣黑啊 對不對 是不是認為一樣黑 但是 一個問題 出來的 我講的都是邏輯 他有六個 六個什麼 六個三口 那 那我們的皮膚呢 他會傳達 這個 這個 訊息給我們的大腦 那給我們的大腦 他就會 反饋說 欸我這個 你這個地方 遭受到 很多的 侵害 所以 我們的皮膚 自然就會 昏蜜 比較多的 這些叫做 我們叫做 我們說 惠竹啊 我們說 淋巴藝啊 我們說 白血球 他就是 簡單來稱 叫做 主事業 他會流不濟的湯 那流不濟的湯 還有一點 再來啊 為什麼 他會 黑不濕 漂亮 因為 他有六個湯 他有六個湯 在讓 那讓 讓你的顏料流失 所以在車的時候 一次就要到位 那你在車的時候要有那種感覺 要有那個 主力感 這個就是說 在講這些 機器的這個 先就是簡易的 你去判變 你車有調色嗎 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有的機器就是說 像我剛才給他 8.5V 結果他 刺下去 大家有沒有聽到 軟掉了 而且我在移動 好像 沒有什麼主力 天本他車沒進去 如果車沒進去 你會在那裡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說 有一個錯誤的觀念 我再給他調回到 10.6V 很多人有一個錯誤的這個 那個說 哎呀 機器越強 越損皮膚 那個是錯誤的 我們像打拳擊一樣 你一拳 就要到位 這個叫效率 你就是要一邊 你就要跳 一邊你就要跳 所以 你 比如說我 我現在這個針 我這個針是 四排的 四排的針 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 就是 他 他有四排 所以齁 爲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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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語啦,台語說 那個霧不會金啦,為什麼霧不會金? 如果沒有,如果假設這一隻紋身雞,它沒有沾原料啦 你在這個皮膚這樣,這種做法這樣去苦啦 就是,我開很輕,這樣去苦一苦啦 這樣啦,夠冰了你,來啦,來崩潰 這樣我來一家吃,這樣每天都沒來一顆 好笑喔,對啊 等一下,等人下來 補給他補給他 不過,等一下 等一下,不然手機來看 不好意思啊,剛才那個 剛才那個 Wi-Fi有什麼斷線 所以,延續剛才說的問題就是說 你的以前齁,我們現在就是說越來越發達 那這個變壓器啊,它可以調三個模式的電壓 讓你去選擇 那以前咧,以前我們在用的時候齁 就是,不會怎麼樣呢? 就是,那種完全沒有顯示幾幅 就是說,完全都靠標準的在 在那個... 自己的手感在選擇 而不是靠這個電壓 所以,講這個電壓的時候齁 又跟大家提醒一下 有的人,有的學生 他會說,欸老師 你這個出征多長啊? 你出征多長 還有說,你電弧開多大? 我都會... 我都會開玩笑啊 我會跟同學開什麼玩笑呢? 我說我出征一公尺啊 我電弧開十八啊 我開二十啊 那個是什麼? 學生聽的時候,他會覺得 哎呦,你怎麼開? 但是你沒有吃下去 完全一點作用都沒有 你說我開十弧 結果我征還是在表面這樣畫 好啦,我出征一公分啊 結果我征,我也沒有刺啊 我也沒有刺進去啊 所以,這種東西 這個刺青的功力 就是要靠你 哎,我去感受 就好像什麼呢? 就好像你跳舞啦 你不能夠說 哎,我這個舞是disco 結果我在那邊跳tango 我這個機器明明是很慢啊 啊,我移動得很快啊 那我的針 還沒有在同一個針眼 回縮的時候啊 我就在移動啊 那移動就會變成刮啊 啊,所以我們的針痕齁 就會怎麼樣呢? 就會一刀一刀啊 啊為什麼? 會叫做挑皮啊 會把你的腿吊起來 所以你的機器 是什麼機器? 比如說我講的這個是慢頻機 比如說我也有研究那個 那個叫什麼? 叫做素描機 它比較快頻 但是它兩者它在哪裡呢? 因為我們一般用那個 就是C 比如說快頻機的話 我們的針數不會什麼? 不會很多 我們的針數比較少 所以你的針數越多的時候 你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叫做什麼? 我叫做行程 你的線圈跟你的銜鐵 叫做石鐵塊 這塊叫做尖的行程 譬如說這支機 我可以載到4mm 但是有一些機器 可能只有3mm 可能只有2.5mm 為什麼它在這裡? 因為那些機器 我研究出來 就是來刺小的 那你針如果越多 像我現在拿的這個 它是4台的 那4台你去想 如果9針 9針它4台針 它就等於多少針? 等於18針 不是9 4 36 它是等於2個9針起來 等於18針 那18針它壓到皮膚的時候 它會有什麼? 它會讓我們的皮膚下陷 那下陷如果我們的這個 行程太小的時候 它還沒有到我們所謂的針皮層 它就往回跳了 往回跳了 你就造成所謂 我形容的假性上色 啊 國語 或是說 大 代表在說 叫做在皮皮 所以 你的針數 越多 你的 你的 電壓 要夠大 你的行程 要夠大 如果你的行程不夠大 所以我會 就是我自己的習慣跟大家分享 我會去說 我今天要刺什麼東西 我拿什麼機器來刺 這個我要刺大概5針7針 我拿的可能就是 我拿這個 017 018的 就足夠勝任了 因為那個 那個叫做 特支比較快 可能它跳起來要到90 但是 我在用就足夠了 那麼我用這個 有18針 對不對 它是 它是等於兩排九針的CTM 那所謂什麼叫CTM呢 C就是那個 弧度 T就是 所謂的什麼 所謂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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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兩白 那麼M 它代表是白漿 所以我們也有TM TM TM是什麼 TM就是 它是平的 剛剛有講 那個C是圓弧 所以T 它是兩排 但是它是前上面排 比較深長一點點 下面排比較短一點點 但是它是平的 那為什麼我要去分這個樣子 通常我們在刺的時候 刺那些小的地方 小針 所以我不需要用到大 因為大的 如果大的台針 你用平排 那刺下去 你的中 因為刺下去 皮膚線下去的時候 你的中間的針 吃不上顏色 所以在這裡跟大家講說 你要去用什麼機器 你用什麼針的時候 包含你電壓開多少 這個是我今天 就是說 今天初步的跟大家來分享 這個線線機怎麼去用 有的人 有的人 他會覺得 我這個 老師 我這個機器買回去啊 我一樣用啊 用啊 怎麼用一陣子 沒有力氣了 為什麼沒有力氣 因為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因為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上面這個叫觸點螺絲 觸點螺絲 它會什麼 它會消耗 那消耗掉 那消耗掉的時候 就表示哪裡呢 表示你這個地方 你這個地方 會往上翹 那往上翹的時候 會怎麼樣 是不是代表你的線圈的磁力 本來 假設我拿一個比例 假設我現在是距離4mm 剪鐵 跟我的線圈的中心點 4mm 但是我用了大概幾個月之後 有可能變 變多少 有可能變4.1mm 有可能變4.2mm 就表示這裡已經消耗掉了 所以有 有的人他不知道 來我做一個實驗給大家聽喔 有沒有越來越強 有沒有 因為什麼 因為他離我們線圈那個鐵心 越來越近 所以 所以他要怎麼 他很快就去到了 這個 這個 又回到 我可以比喻一個 那個 我不知道 我們文森師 有一些人有沒有養魚啊 養魚什麼呢 為什麼講到養魚呢 我們那個 養魚缸 不是有那個 在青 青那個叫做什麼 青那個叫做 青苔嗎 青苔啊 會有什麼 會有磁鐵啊 磁鐵不是這樣吸住嗎 那如果 你這個 玻璃啊 是 8mm的 跟 10mm的 它的磁力 就多了 2mm 所以有時候 你移動太快的時候 假設 你這個是 10mm的玻璃啊 你移動太快的時候 我把這個 裡面的那個 掉下去了 那麼你去想 你把它想回來 就是說 我這個機器 用一陣子 結果它 怎麼樣 它也會越沒力了 其實不是 它越沒力了 是它這個 觸點 跟你的 前彈片 它在消耗了 就比於我現在 我剛剛給它轉到這個樣子 我現在定材了 它不動啊 我搖一下它動了 我講一個 很有趣的故事 大概20年前 我在這個 我們在這個 援助廣場 辦了一個 小型的刺心展 大概15個攤位 有一個紋身師 他 他就跟我買了一個機器 結果我看到這個紋身師 他整個身上 都是什麼呢 都是墨汁 你知道怎麼樣嗎 我去看的時候 他就是 他要吃 他沾了原料之後 要甩一下 你看 有沒有 有沒有 我現在已經 踩電了喔 但是我要甩一下 他才會跑 因為他 我去 剛好去他的攤位的時候 他告訴我說 安哥 我這個機器很奇怪 我都要甩一下 還會動耶 但是 因為旁邊有 我也很多參觀的人 我就不好意思 直接 跟他講 因為講的 更鬧氣 比如說 我 講一個題外話 會說 我們在打櫻花 我在打葉 有時候 有時候 我們會 漏溝 還有我的學徒 或者是什麼 會少吃一個什麼 我不會跟他 因為那客人在啊 你也不可能等客人走了 你才跟他講 你要直接指 指他說 你這個地方吃得不錯喔 大家聽懂意思沒有 就是說 讓他看到我這個 這一個葉子 我沒有去聞到 所以說 這樣摔 這樣摔就會走 我說一個笑的 我們以前到北京 到北京去展覽 結果 我的攤位 就是說 他們那個時候 就是說 大陸那些文森師 很好學 有的從東北來 有的從西南來 有的從哪裡來 都圍在這邊看 那時候那個店 我們那個店 都是牽那個圓塘線 到每一個文森師的看位 結果呢 我在試的時候 我在試的時候 你知道怎麼樣 那個 那個 剛好插電燈的那個線 那個電燈 就是怎麼樣 一閃一閃 結果我在耳邊 就剛好聽到什麼 聽到那個文森師 他在講 他在跟他的同伴聊天 他說 你看你看 原來 那個燈就是要這樣一閃一閃 所以這些 結果我就 我就頭抬起來 因為他影響到我 我說 沒有啦 你那個電線 不要一直踩 所以說 為什麼我去 去講這個東西呢 因為 所以 我這次 正說 跳傳統的比較多 跳傳統的比較多 我以前也用 漸漸機 比較習慣 依靠的那個 那個 那個視感 我又在這裡 說一個好看 說有好看 說 大家 你有訂閱 你有訂閱 我的YouTube 有訂閱 有訂閱我的YouTube 或是有給我 用MV分享 我這個 直播小學 我會送 我會 你只要截圖 截圖 發給我們訊息的話 我會送大家 一盒這個 這個一盒 兩盒二盒 一盒多少錢 就是 一盒多少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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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價錢三百塊 你如果 你如果跟我分享 但是我 今天 和 五十個 五十個 人分享 就是 你如果 有給我 訂閱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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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YouTube 你如果訂閱 YouTube 截圖給我 你如果 分享 FB 我這個 這個視頻 的話 你截圖 給我們 我們就會把這個 考試針 去 送給 這些 支持我的 這些 同行 我們的考試針 很好用 我們的考試針 那個 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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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現在 像 我做一下廣告 像我穿的這個 蒜梯 目前 在台灣 有部分尺寸 也快 斷貨了 所以大家 如果要購買的話 要盡量要殺一點 因為我很殺 本來一件八千 我現在 買一送二 八千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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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那個 雪家會 有一個 老闆 他說 不是一件八千嗎 他要 拿兩萬四給我 我說 沒有 我現在 我現在 嘻笑了 我說 買一送二 他說 那我現在賺一萬六 所以 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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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 大家想要聽什麼的話 都是可以私訊 私訊 我在未來的這些直播教學裡面 有的人 有個人 他會說 那 你乾脆 你為什麼不要去 我都開個五個人的班 六個人的班、十個人的班、二十個人的班 我覺得因為我這幾天剛好在學一種藝術 我看到Youtube它很多教學的這個 它也都是免費 與其好像有十個人可以來 與其有二十個可以來 倒不如我用Youtube的話 那這樣大家可以解掉那個疑惑 我覺得比我去賺這十個人的學費 二十個人的學費 我來的變成我這三十幾天的價格 會先加多少 今天是可能用這個Youtube第一次的直播 好像沒有人給我賺蛋 一個人給我賺 可能開始在賺的時候 那個沒有關係 那一天我們開始直播 用Youtube直播的時候 我這個題外話 我們的經理啊 那個多多啦 多多跟我說 安哥 說沒有人呢 我就跟他說 他說沒有人呢還在怕什麼 我的意思就是怎麼樣 你去學 你去學到了 你每一天為自己加一點油 沒有最好啊 你只要有一 我就是好幾倍的 你只要二 我就是好幾倍的人看的啊 有二十個 結果我後來看了 有一百 有一百多個人看的 結果我三千幾個 本來三千五百二十個 又變三千五百四十個人訂閱啊 那你訂閱的話 我就會有什麼呢 我就會有成就感 我覺得 我來講這個文聲的時候啊 我會越講越起勁啊 像說 你跟我說我唱歌好聽 我就很愛唱 那種感到 所以說 來跟大家講這個 現千幾的疑慮 就是說 前 前彈片後彈片 有的人什麼呢 機器拿回來 他的什麼呢 他都自己去亂動 所以我告訴大家 只要你跟 雕鞍買的任何機器啊 我相信 包含 紋身筆喔 包含紋身筆 也有很多客人 用壞了 用壞了 結果怎麼樣 結果你們收到的是新的 對不對 很多 我告訴你很多這個 很多 很多這個 銷售 我也在分享我的 經營的這個 這個 哲學 來跟大家講 很多銷售 他會去 公 哎呀 陳老師 那個客人就外行啊 客人就怎麼樣啊 他用壞了 機器用壞了 你又要換新的給他 但是我覺得 這個就是我們服務的 的價值跟機會 所以我會 樂於 樂於去分享 我這些經驗啊 就是 前幾天 我像我講的 我看到一些 一些上面在學一些音樂的啊 我就上去參考啊 做一個 做一個 有價值的 的 事情 啊 我跟你說 有的 只要你是跟雕鞍買的機器 你有任何問題 你寄回來 我都是 你可以問我們小姐 都是我本人 去調整 再幫你寄回去 調整到最佳的狀態 所以 就是說 我次親已經 三十幾年啊 啊 希望 就是說 我的經驗 把他 調整 給他 給大家 來 來使用 這樣 這是說 今天 大家介紹 這個 這個 現天機的 那個 現在 現在 我來 說 說 這件 這叫做什麼 這我們大家說 叫做 文森筆啦 文森筆啦 啊 我給他形容 什麼 為什麼 他這機叫做火箭筆啦 你 你看 你去看 你火箭要發射的時候 是不是要架設那個台 他剛好在 要起飛之前 所以我給他形容 火箭筆啦 那麼 他這個呢 我們剛才說的 您機要分享的呢 我們就送你一顆 一顆 一顆 考試針啦 這就是 現在 這很方便 這個 這樣一裝 那我們 我們 每個 好像每個 這一種機器 都有附一個電池 老發炎 這個 開下去 開下去 它就在走 中間這個 中間這個是條軟硬 越往你的右邊轉是越硬 越往左邊轉是越軟 那 那上面這個呢 是條長短 那 一樣喔 一樣 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你這個針啊 要不會刮皮 它還沒有啟動的時候 但是 當然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會怎麼樣 會戴手套 那你可以稍微去用肉眼 或者是用 放大鏡 去看一下 你的針有沒有跑出來 那尤其是 大家要注意一點喔 你如果拿的是 不管任何產牌的紋身筆喔 當然最好是拿雕鞍的 你的針 我告訴大家一個訣竅 這個是一個理論 因為我們 為什麼這麼講呢 你的針盡量回縮一點點 因為它馬達 它這個紋身筆 任何的紋身筆都是馬達作用 它是直來直往 它是沒有彈 它是比較沒有彈性的 它的彈性不會回彈 所以當我們的線圈機 到了這裡的時候 它往回彈 往回彈的時候 它的這個地方 還會往回溯 所以它的針會稍微倒縮 但是我們的紋身筆 它不會倒縮 所以我建議說 大家在使用的時候 看到它 跟鼻嘴起了之後 就是坐了之後 你盡量 再往回縮一點點 這樣的話 你在釋青 你的怎麼呢 第一 你的針頭 針尖 的含末量 會是飽滿的 不會刺下去 所以 你才會覺得 其實我針到 感覺就坐一坐 才會車 沒有 刺 刺不刺激 都會黄黄黄 第二 第二 因為你的針有回縮 有回縮一點點 所以你在使用的時候 你這樣去試 它不會去刮皮 它會縮 縮進去一點點 但是為什麼要這麼講呢 如果你沒有去做這個動作 你在刺 你也不知道喔 你的客人也不知道喔 因為他覺得 都是一樣的痛 但是你在這樣刮的時候 就已經把我們所謂的 第一層叫做什麼 叫做仙 國語叫做角質層 你把角質層跟表皮 已經都刮破壞掉了 所以你也 它會反饋給我們的大腦 大腦 它就是皮膚在跟大腦 傳電波在打 打手機了 說啊 我那人 起伏得很累 所以大腦 它就會傳達這個電波 給他的 防護的這個 的組織的系統 所以它的分泌很多組織液 你看 為什麼我們的皮膚 整空 它的分泌組織液 分泌組織液 它在修復的過程 會有很多微電波 是我們看不到的 它就開始修復了 但是問題 雖然是修復了 你的這個紋身的部位 已經產生疤了 所以這就是 紋身筆在用的時候 我們大家要注意的 那麼比如說 掛線 其實 紋身筆 我形容它是 直來直往 那 那線圈機不一樣的就是說 它上去 它下去 它的速度 絕對比 紋身筆來得快 但是 紋身筆不一樣 紋身筆是 它是同樣的轉速 今天你給它十幅 十幅的墊 假設 假設 它一廟前攤幾年 對不對 但是它斷著主力的時候 我們在電風 電風 放牙肉 斷著主力的時候 你那個 用 它就變慢了 但是它回去 一樣快 所以紋身筆跟線圈機 它剛好是兩個相仿的一個 它下去 當著主力的時候 就變慢了 所以有的人 它在感覺說 它用紋身筆在掛線的時候 你的手勢 要更慢 但是你用 線圈機在掛線的時候 你的行影流水 它在什麼 它下去很快 線圈機在飛彈是刻薩 它不是靠線圈 它是靠我們這個彈片 所以它是 兩種不同的 不同的這個 這個理論 所以這個 這個東西就是 我們要去知道 哦 原來 馬達機 它在跑 它是 它是怎麼樣 哦 原來就是這樣 一樣 但是你一樣在用 不管是你用線圈機 用紋身筆 你電壓調多少 我用紋身筆 我假設 假設 我這個拔起來 我這個也能用 我現在假設是8.5V 我一樣啊 比如說很慢啊 哦 不能 不能這樣一直弄啊 弄到那個皮就會刮到啊 再來啊 你用的很大的 你用的很大的針啊 我也不建議你用很強的很強的電啊 為什麼 有一個關鍵 如果說 我給它調到 剛好我在刺的 手動的節奏 剛好是 比如說 欸我的習慣 大概在 在8.5V 欸我感覺 配合到 我剛剛有 比例哦 你不能像 你不像 你跳 泰國 或是 你走 泰國 你在跳 這樣會符合你拍舞的手動的節奏 這樣你拍起來的舞,你會覺得你很舒服 你怕你,我把它變十點幾幅 很快耶,很快耶,又放在那裡 我們等一下線上或者是朋友有試過手工沒有 手工的刺青為什麼永遠比機器的刺青 以前包含日式的手工,顏色來的飽滿 為什麼?因為它蒸,停留在皮膚的時間 永遠比機器還要久 所以它蒸下去的含末量,永遠比機器來得飽滿 所以不管你,所以我為什麼會說 我們去研究這個慢瓶機 慢瓶機就是說 我請了,我要希望我的食療,我的癡,停留在皮膚 比比較快的機器更慢走 那我的研究就是會 那為什麼你割線一定要快? 因為割線我們是什麼? 是要讓那個機什麼? 機點呈現 割線的針,因為是小針,都是小針 所以小針它的主力會比較小,所以今天沒有拿割線機 沒有拿割線機,沒關係 沒關係 還有,有的可以留在後面跟它說 因為我沒有做一件說的完了,我也會看 所以說,你在做割線的時候 你一樣,要跟著你的節奏 這個是我今天,我今天可能是第一次用這個 Youtube來直播教學 有一些不周到的地方 跟大家說一下 抱歉 我們的團隊一直在 會一直的去努力 那也希望大家給我一些意見 或者是你們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提出來 機器上的問題 你怎麼上冊的問題 甚至都可以私訊我們 那我在下一次的直播啊 我會再講文森另外的一個層面的 甚至會講到畫畫 會講到布局 會講到社階 所以,感謝大家的觀看 今天在這裡 謝謝大家 再見 我看 除蠢吧 還是你在這就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